凤林镇三星里由于地处偏远 有些路灯在通报地点不易清楚了解 造成维修上的不明确 为了加强管理 凤林镇公所在今年度开始建制 三星里路灯地图加入GPS定位 让林长在通报地点时候能够更加的明确 也能够减少维修厂商误修情况的发生 在许多偏远地区设置路灯时 都会以自备电杆来设立路灯 但是早年在建立灯杆时未编列序号 常造成维修厂商跑错地点 误修路灯的情况发生 为了减少维修上的错误 加强路灯的管理 凤林镇公所在今年度 开始着手编列三星里的路灯序号 并且以GPS定位来标注 大大提升了维修上的效率 凤林镇很辽阔 有的在产业道路 有的在山上 那要申报的时候很困难 那我们里长连续会的时候 各里长就建议 是不是我们把路灯来偏好 然后叫厂商去修的时候 才找得到位置 那要报的人也可以很清楚 报说是哪一个电杆 要代修的路灯 那因为经过这样呢 我们在想说 我们把它再进步一次 把它认为说 我们用GPS定位 没有做以前呢 因为厂商呢 厂商会找不到路灯是哪一个 那报的人呢 也没有办法说清楚 有的我们自备感呢 没有偏好 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很清楚 所以说呢 造成大家的困扰 虚路灯呢 也把也延护 所以我们现在是开始是这样 认为说 事办以后呢 感觉到不错 我们去明年呢 统统就照这样的办理 镇长肖旺龙表示 路灯的编码之后 加强了厂商与公所之间的 通报效率 同时也能够大大提升 维修的时间 良好的政策在未来 也会扩展到其他的里来试用 提升镇公所的服务效能 记者林杰 风铃镇采访报道